来看今天非常细节化的台北股市 一大早开盘时线下错一度跌到了6353点 但随后呢 金管会主委陈冲上午在立法院澄清 他没有收过两岸MOU在六月底来不及签 这段谈话让股民吃了电心丸 随后大盘反弹 今天中场时上涨了105点 收在6567点 上下震荡超过了200点 套子里投资人看得一头雾水 台股到底是走强还是看弱 顺习万变没人抓得准 这个就这么凶狠了 还给你杀你受不了 你出场他开拉 那今天判断就要收高 长多了 回躺一下再走一趟 一大早开盘不到10分钟 大盘由红翻黑 指数一路向下探底 最低来到6353点78点 之后持续在平盘下震荡 但是10点半 金管会主委沉冲在立法院的一句 没有说MOU月底签不了 是记者听错了 我没有讲过这句话 这句话让股民们仿佛吃了定心丸 大盘立刻游黑翻红 中场上扬105.1点 收在今天的最高点6567点37点 承击量达到1115.51亿元 今天外资有大部分看好的宏达店 高价股也拉抬要接近涨零板 那我想这些都是基地多头 维系人气的重心 也包含说这个中国大陆来台湾的 要跟LED的一个采购的意向书 收到利多消息 尾盘大量买单涌入 拉抬股价 值圈股方面 像是台积电国泰晶军 由黑翻红 而表现最强势的 营界类股涨幅更是扩大超过5% 至于会市方面也是震荡隔居 上午新台币以32.865元 对1美元开出 盘中最高价来到32.655元 最低则是32.865元 收盘价则是32.798 对1美元贬值8.3分 中间新闻陈平红 蒋青梅台北新报报道